般若讲座 他讲到 他说天地见佛 起手作礼伏地 一般 一般这个印度的习惯 就叫做五体投地 就是头 还有两个手的膝盖 跟脚的膝盖都放在地上 这个是最尽礼 叫做五体投地 通常是这样 这里叫做起手作礼伏地 一般就是五体投地 那么至心 就是至成心 三至归命 佛法身重 胜重就是身 就是归命三宝 一般我们讲的 至归一佛 至归一法 至归一圣 通常是这样 我某某人 就是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圣 其实是这样 这里翻作归命 其实跟归一一样 那归一就是 归一的意思就是 我依着这个人 向他学习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 佛法胜重是三宝 那三宝里面是 以法为核心 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 三宝里面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圣 叫做归一三宝 那这里是写归命 或是归进 也可以 三宝 那这个宝 其实是用世间的意思 就是非常尊贵的意思 佛法胜 那么三宝里面 其实是以法为核心的 为什么 因为佛之所以称为佛 是因为 他证了这个法 这个是真理 那这个法主要有两个 所以 佛所证的真理 以及怎么证真理的方法 这是佛说的真理 真理 那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缘起无我 佛就是因为 见到缘起无我 大圣叫做缘起信空 就是因为见到缘起无我 他才成佛的 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是 佛是佛陀的简称 佛是佛陀的简称 因为中国人习惯简称 所以佛陀简称就是佛 那法是翻译过来的 他叫做达摩 那翻译成法 那么生是生且的意思 生其实是生且的意思 简称做生 那么生且是合合纵 那这里是合翻译的 叫做圣纵 其实是团体 就是出家的团体 特别是已经正圣的 正圣到的这些出家众 那么这里翻译做圣众 那么我们看到佛陀 佛陀是决者的意思 佛陀是决者的意思 所谓的决者就是决物真理的人 就是决物真理的人 决物真理的人 我们就叫他佛陀 那因为他决物了这个圆起物 在菩提树下 然后见到圆起 他不是见到流星 我们一般赌明星悟到 就见到流星 不是 刚好流星化过的时候 他在那一刹那 见到圆起无我 所以他从此成佛 所以重点是这个 真理以及正真理的方法 那你要怎么样去证得这个真理 这个是所谓的佛 所说的法 佛所说的法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就是什么是真理 佛法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真理是什么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证得这个真理 这是佛法中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把真理看错了 比如说假设你要到苗栗来 结果你不知道苗栗在哪里 你走到新竹去了 你以为到苗栗 那你就走错了 所以第一点要 真理是什么 你要先知道 那怎么样可以证得这个真理 苗栗在哪里 我怎么样可以到苗栗 这个是你最主要的 所以法是核心 佛是证得这个法 他才叫做佛 如果佛不证得这个法 他就不叫做佛 他只能叫希达多 他还不是释迦牟尼佛 他只能是希达多 所以他成了佛 就是因为他证得这个法 那生 生是佛弟子 他为什么会是佛弟子 是因为他证得这个法 他也想要证这个法 证这个法有什么好处 可以解脱出生死 因为当你知道真理 你就知道 就是世间为什么会有轮回 世间为什么会有轮回 我怎么样可以不轮回 那这个是很主要的 所以这些生 就是因为见到希达多 成正觉 解脱了 所以他也想去跟他学 解脱之法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 去跟着他学习 怎么得解脱 所以才会有生 那么所以 重点都是这个法 那佛说的法 也是在告诉我们 那什么是真理 因为每个人认为的真理不一样 那么所以他告诉你真正的真理是什么 那怎么样的修行 才能够正确无误的到达 获得你所要的真理 或是到达你真正要去的目的 所以三宝里面最重要的是法 但是因为法 如果没有佛跟生来跟你讲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佛跟生 生依佛得这个法 那么我们依生或依佛得这个法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归一三宝最重要的 就是怎么去确认 怎么去确认正法是什么 所以你不要只是 佛弟子不管在家出家 不能只是诵经 一定要明白经义的道理 如果你不明白 你第一个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第二个不知道怎么去证这个真理 你虽然是佛弟子 你完全没有觉的气氛 因为你不知不觉 你不知不觉 如果你后知后觉那还没关系 不知不觉那跟佛没关系 虽然是三宝弟子 只是有一张归一证 不能代表你是三宝弟子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了解佛法 了解怎么修行 怎么样的法才是佛法 怎么样的道理是佛所说的道理 怎么样的修行方法 才真正可以让我们离苦得乐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他说自心三智归命 就是他自己 我要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这里翻作归命 佛法 圣中 好 那么他拜下去 三归一 拜下去 还没起来 就是他拜下去 我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拜下去 他不知道拜几拜 不晓得 但是他还没拜完之前 就死了 因为他五衰相戒 他就差不多要死了 还没等他拜完 他就死了 所以 其命呼出 其实就是 他就命中了 那么命中神事 基本上 大多数的生友情 没有中阴生 多数哦 但跟我们现在想法不一样 我们现在就是人死了 都还要跟他做七七 百日 好像这些 多数的生命 基本上 在这一生 善恶业 大部分都决定 很少那种不定的 你这一生 善跟恶 很少不定的 不定的意思就是说 你善跟恶一样重 刚刚好一样重 这种人不多 你看那个好的 大部分都是好的 他偶尔做一些坏事 或是偶尔小坏 那个影响不了他的好 那个坏的 偶尔做一些好事 改变不了他的坏 那这一生 大部分 大部分多数的人 可以说多数的人 善恶业 基本上 倾向哪一边 基本上都决定了 很少那种 一天行善 一天照恶 一天行善 一天照恶 一天讲好话 一天讲坏话 一天 那讲一句赞叹人的话 讲一句怀抱人的话 都刚刚好 没有啦 很少啦 所以多数的人 基本上其实 善恶业 差不多都决定了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 当然也有一些人 善恶业 差不多 差不多的 比如说他做 他做很多小的坏事 忽然间做一件大的坏事 那刚好各些小的坏事 差不多都善恶业 就一次放置很多人 那刚好 善恶业差不多 也有 但这种机会 不能说没有 但不多 那如果你刚好 善恶业差不多 差不多 那么你死了 善恶业未定 那个你才会进入 中阴森状态 那多数的人 多数的人都是死了 就马上去投胎 多数的人 那么就算有 那么他的 他的就 我们说他的神事 比较眷恋 那么大部分也在 第一个七天内 就会去投胎 多数了 我讲的是多数 那当然说 你最 最多最多 七七十九天内 就一定会投胎 但很少人 拖到那么久的 那这个天地是 你看 他死了就马上哪里 他马上就去投胎去了 马上就投胎 你应该到哪里去 就马上去 这边败下去 你看这边才败下去 还没起来 死了 马上去投胎了 那其实人多数也是这样 多数也是这样 当然有一些人比较执着 他会堕入轨道身 那么就是我们说 他堕入轨道身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会在那边眷恋 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堕入轨道了 那个时候不是中阴身 那个其实还不是中阴身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 便至陶家 就是这个坐陶的人家 吕母乎中 坐子 因为他是坐出生道 那我们有一件事就是 天人坐出生道的不多 但不是没有 那你说天上他没造恶 他怎么会坐出生道 他升天以前 坐出生道的业 这件事我们要讲一下 天人百分之九十不会堕三二道 但是有少数的人 有少数的人 那么他还没升天以前 他出生道的业造了多 所以但是他天 他忽然间做一件很大的事 那这件大的事 让他的善业超过他的出生道的业 业果的理论是这样 我们是一业受报 这个我们要讲一下 我们是一业受报 这个报就是报在三界六道 看你是天人第一恶归出生 就不一定 刚才我们讲的三界六道 报就是报在三界六道 这个一业基本上就是善恶业 通常就是善恶业 无济业没有什么影响力 就是善业二业 那么一业受报 善业的话基本上就是人天 恶业的话就是三恶道 阿修罗是 阿修罗是比较属于恶业的部分 但是北传的把它放在善道的部分 他一般来讲是这样 就是恶业的话 恶业重的话 这个就比较是三恶道 那么业重者先迁 应该说重者先受 守者先迁 就是先去 就是会受报 业果如果成熟 那么重基本上就容易成熟 重就容易成熟 就去受报 那通常比如说 好比如说这个天地事 天地事 你要知道要做到天地事 要做到玉皇大帝 其实玉皇大帝也不那么难做 老实讲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至少有十亿个玉皇大帝 十亿个 不是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一个 就是这个大天世界 一个大天世界有十亿个玉皇大帝 一个大天世界有十亿个玉皇大帝 也不少 那一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娑婆世界是一个小世界 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叫一个小世界 那一个小世界都有一个玉皇大帝 那这个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差不多等于 我们现在讲的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有十亿个 十亿个这样的世界 那三千大千嘛 所以这个大概有 十亿个世界就有十亿个玉皇大帝 那玉皇大帝 基本上福报还蛮大的 它福报是大 但是它还是预见第二天而已 第二天还是地居天 空居天上去 福报就更大了 所以你真的要做玉皇大帝 努力一点也不是不可能 其实不那么困难 不那么困难 那么 他要做玉皇大帝 基本上他做的算是要很大 就是利益很多人 帮助过很多人 那他做玉皇大帝 这一生他这一生做玉皇大帝 比如说他这一生做玉皇大帝 那他死了之后 驴胎马腹去做驴 去做驴 身为驴 那怎么会差那么多呢 那如果说我们比较格力来讲 我们把它量化比较容易 假设做玉皇大帝 要有100公斤的膳液 100公斤的膳液 我们比喻而已 不然就比较容易理解 100公斤的膳液 那么做驴的话 要有80公斤的膳液 假设 那么这个玉皇大帝的前一生 他做人 他做人 举例 那么他可能在做人的时候 造了100公斤的膳液 那同时也造了80公斤的膳液 那因为他100公斤的膳液 比80公斤的膳液更重 更重 所以他要先瘦这个膳液 那这个膳液瘦完了 瘦完了 他100公斤 他在天上享受1000年 假设每一年耗损 每一年耗损10公斤的膳液 因为他都是失一得一 他享受可享受了 他也没修什么福报 如果有也很少 天年也会修福报 但不多 非常少 而且那个心 没有那么制成 那所以假设他1000年里面 每公斤 就是不是 就是他活1000年 他活1000年 那1000年里面 假设一年 假设10年就耗损他1公斤 10年他就耗损他1公斤的膳液 所以1000年满的时候 五衰象限 那五衰象限 他80公斤的膳液 因为他没有其他比他重了啦 所以他就要堕路什么 堕路 堕路去做驴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如果 如果也可能是这一生 也可能是这一生的前一生 做的 不一定 但是就是要看他的业 哪一个重 哪一个重 那人比较好 因为人六道里面都有 我们有地义业 有畜生业 有恶果业 有阿修罗业 有忍业 有天的业 我们都有 通常一个众生 特别是人 特别是人 那么六道的业都有 那么学佛的人 基本上要看 如果你像提伯达都这样 那你就有第一业 特别会回报上保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多数的佛弟子 多数 我是讲多数 当然也有少数 因为 因为利润越大的 那么风险就越大 那么你在佛门里面 容易修福报 也容易造二业 就好像说 你供养给三宝 福报大 但是你从三宝里面 拖的 那福报 那业道就重了 一样 就是你拖切三宝物 最比较重 跟去拖其他的人的不一样 那你供养佛 跟供养一只猫 供养一个人不一样 但是 但是 你伤害佛 或是你毁谤佛 跟赞叹佛 也一样 所以这个就很难说 但是如果你有证件的话 基本上 假设一般正常的佛弟子 通常 通常 三 就是人天的夜会比较重 所以佛弟子很多都升到高利天 佛弟子 佛陀时代的佛弟子 很多都在高利天上 那么佛陀时代升天的 现在很多还在天上 那么有一些人 因为已经经过2500年了 佛陀时代到现在 已经经过2500年了 那么天的寿命 基本上 要看他是天王还是怎么样 如果是高利天 可能久一点点 但是我们具体没有办法算几岁 大概我们这样跟他看 大概就是一两千岁 所以 所以他当这个天地寺 就是玉皇大帝 他在做人的时候 造了很大的善业 造了非常大的善业 那你看到阿玉王 阿玉王造那么大的善业 阿玉王父子佛所造多少的善业 建多少事 度多少出家人 然后供养这些圣僧 然后帮助这些圣僧 结极经典 弘扬佛法 在世界各地建舍利塔 你看 他的这样的功德 可以让他做玉皇大帝 是可以的 但是你看阿玉王 阿玉王还没有 遇见佛法之前 叫做什么 黑阿玉 也伤害很多人 但是后来遇见佛法 他才改变的 你看那个阿玉王的实柱上面 他有写一条 他说 自从他学习了佛法之后 本来每天要杀一千只孔雀的 现在只杀两三次 你看 阿玉王你看他做国王 他本来就是吃这些的 不是他一个人吃 他杀了要给很多工人吃的 他知道不要杀生 他也知道不要战争 你看后来阿玉王一直供养 供养到最后 人家甚至不给他供养 他是供养半颗的芒果 所以你看他那个仙 像他做那个福报 但是阿玉王还没学佛以前 就造很大的恶业 那你看阿者世王也是 阿者世王杀父 杀父还要杀母 后来没有被杀母 然后还要帮助提伯达多破和二生 你看那个业多重 但是后来唱尾 又造了很大的善业 护持大家设 那是那个500个结极经典 你看那结极经典 对后代的影响多大 那个福报多大 你看他同时造很大的恶业 又造很大的善业 但是如果你在做人的时候 能够一直造善业 一直造善业 那一直让你的善业 比你的恶业多 就算你过去造很大的恶业 你也不用担心 你只要 你只要 让你造的善业 比你过去的恶业多 那么永远都是什么 永远都是 善业比较重 善业比较多成 比较快成熟 那你说 那我又不知道 我过去造多少恶业 不管你过去造多少恶业 你现在就是一起行善业就好 那肯定 肯定你的善业会比较成熟 那你比较不造恶业 以前就算有恶业 你现在没造 他就不会成熟 成熟就是相续才会成熟 相续做 用这个相续心 称认心 以前我称认心 杀死这个老鼠 杀死这个蚂蚁 看到蚂蚁用热水把它烫死 用火把它烧死 用热的滚的倒进蚂蚁窝 把它整锅蚂蚁几万只都烧死 那个业也很重 那你说我以前不知道 好那不知道没关系 现在做了就已经做了 后悔一次就好了 知道这样不要再做了 开始行善护生 那么你这个就不要做了 所以戒嘛 让你不要再做这些 戒就是让你就算过去有造恶业 因为你现在已经不做了 所以他也不会成熟 那么你一直修善 所以诸而莫中 中善奉行就这样啊 让你的善业不断的成熟 那善业造得多 造得大 那么善业都一直比恶业快成熟 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你正无生法人 建法的时候 那个时候三二道的恶业 不会再成熟 那这样就没关系 所以佛地址为什么要告诉你 诸佑莫中 因为我们过去都照过恶业 那么你如果现在没有停止 相续再做 你以前的恶业会成熟 成熟你就要受报了 那一堕路三二道再来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所以佛法的方法就是 不管你过去照过什么 你看那个阿哲斯王也是一样 杀 他杀父要求母 而且还帮助提伯托 这个业不重吗 这个业很重 但是他依然怎么样 他依然可以改变 你看那个摩登茄女 看那个央爵摩罗 央爵摩罗杀那么多人不重吗 重啊 央爵摩罗杀 他为了 他师父骗他 让他去砍人家的子头 然后他为了砍到 人家都不给他砍嘛 所以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把人杀死了 才能砍子头吗 所以你看 你看他杀了那么多人 也不重不重 也重啊 但是他后来忏悟 他也受苦啊 但是他在还没受报 之前让他的善业 让他的敬业 比他的恶业重 后来解脱了 后来解脱了 摩登茄女 摩登茄女那个 那个恶心也是很重的 他专门去诱拐 那个专门修行人 你看那个业重不重 他业重啊 他嗓得又漂亮又年轻 但是因为他被男人欺负过 所以他就对 觉得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所以他就用他的美色 去诱拐 诱拐人 而且专门诱拐 那个有修行的人 你看这个业重不重 重啊 但是他甚至 不是摩登茄女 那个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人 阿摩罗女 不是摩登茄女 阿摩罗女 你看那个阿摩罗女 他这个业重不重 重啊 但是他最后也能够成就 那个摩登茄女 甚至要叫阿难怀属 跟他结婚 你看 如果我们来看 你这个业也很重啊 但是阿难还没解脱 他就先解脱了 所以他主要就是 佛地子为什么叫你诸二末作 你以前做的二业不会成熟 为什么叫你重上奉行 我们过去肯定有做很多善业 我们才会做人 如果我们没有做很多的善业 我们是不能做人的 我们就是在善恶道里面 那我们能够做人 那我们又能够耗耀佛法 那表示你过去身中 你的善业比恶业重 因为从果报来看就是这样 你的善业比恶业重 你对佛法的因缘 比外道的因缘深 那你才能这样 那你现在不把握的话 那很可能 没有多久你的恶业比善业重啊 那你外道的因缘 比佛法的因缘深啊 那后面就很难说了 你就很容易 很容易跺三恶道 所以 那么你不管过去 因为我们老实讲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过去 有造什么业 但肯定有第一业 有恶鬼业 有畜生业 一定有 特别有阿修罗业 阿修罗业是什么 很喜欢做善事 也很喜欢布施 但是只要人家不顺你的意 你的称认心就很重 那么叫做有功无德 就是内在没有德性 但外在很会做善事 既布施布施很多钱 那么一发心 整间房屋都你少没关系 但是只要有一个你看不识眼就要骂人家 就要怎样怎样 脾气特大 就是那个德性不好 但是他很会做事 很肯做事 很发心 但是他要发起恶心来 谁都骂 那这个就很容易这么做阿修罗 他也有福报 他也会享受福报 但是他的德性不够好 那天人就是也有福报 也有德性 有福有德 那阿修罗就是有福无德 有功无德 那这个三二道就没有了 也没有福也没有德 那人是一半一半 人是德性比较好一点点 善业多一点点 但是人也有从二道来的 从鬼道来的 从畜生道来的 从天上来的 从人中来的 所以他会保留那种习性 畜生道来的 你就会发现到 还要看他是什么畜生道的 有一些是比较愚痴的 那鬼道来的就是 鬼计多端 比较会算计人的 比较自私的 比较会报仇的 天上来的就是比较会报恩的 那比较光明磊落的 基本上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要说天地是会做旅 是因为他过去之前 他有这个恶业 所以等他福报想进来 没有了 他二业比较重 所以他就堕入旅胎里面去了 但是现在要讲的这里就是说 他归于三宝之后 好 他讲 他死了马上 马上去做旅了 这个时候 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拜 他的心 他要死之前的心 是什么 意念三宝的 那我们常常说有三种业 他比较有决定性的力量 一个就是众业 一个就是习惯业 第三个就是你灵命忠实 保持的那一念心 那么他也有时候有决定性的力量 但多数的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让他那个心 保持在那个地步 都会散乱 或昏沉 昏迷 所以 他说 他投胎去做驴的时候 那 这个时候 驴 这只驴 母驴 母驴怀孕 怀孕 那么自解 走瓦胚肩 破坏胚气 他本来是绑在 绑在那个放很多陶的那个陶间里面 就是那个工作室里面 那刚好 这个驴 把这个可能把绳子咬掉了 怎么样了 就把那个绳子解掉了 那么 就在他那个放那个很多 很多陶器 那你知道陶器 陶器是这样的 是用泥土做 然后要烧 烧完要晒 有一些呸 有一些呸就是还没完成的 还没晒好的 那么 他放在那里 那这个驴 驴 可能就是 因为天地是来投胎 然后他怀孕 他有一些 有一些躁动 还是怎样 所以 他就有一点躁动 就解开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工作 放陶的这个陶 陶器间里面 在这边跳 结果就把 这个已经做好的 这些陶器 全部打破掉了 就打破掉很多个了 那主人来看 哇 他辛苦工作这么多 这些陶器还没办 有些刚要做好 就被他 就被这个驴 那么这样撞坏掉了 所以 这个主人一生气 棍子拿起来 就直接打驴 这一打下去 就打到那个驴 驴的肚子 那个肚子就是怀孕的嘛 这个天地是是这样 这个驴不晓得要怀孕多久 不晓得了 不晓得说几个月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要出生之前 他才来投胎 好像是这样 所以他打的时候就流产 或是说他要 他刚怀孕的时候 那小小的那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就一打就流产了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 他要来投胎 出生之前 他要来投胎 然后做驴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他已经有一个成型的胎 或是已经成熟了 那主人就用棍子打 结果打就把那个胎打掉了 流产了啦 流产了 所以他说 其主人打驴之死 那么 其主打之 就是这个主人就把他打 打了之后寻食伤胎 就马上 这个时候这个胎就被打掉了 其神即还 入故身中 好 那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天之一是正在归衣上保 自归衣 败下去 还没起来就死了 死了 死了 那个去入驴胎 这个主人一打 他马上死了 又来投真天地事 好 那如果这个 这个从业报理论来说 假设他要投驴胎 他有这么快 就能够再回来吗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是不行 但是这个 这个法律毕竟是在说明 他还要看他的心 看他的心 因为一个业 业的轻重 业的轻重 一般没有办法说 我要死之前 我归一三宝 我就不会剁三二道 一般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业的轻重 重业 跟布施一样 比如说你布施 布施的对象 就是你造业的对象 如果他是福田 那当然他就不一样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造业史的心 这个可能是善业 可能是恶业 不知道 就是这个业 可能是善业 可能是恶业 那你看你造业史的对象 如果你骂佛跟赞叹佛 那不一样 那么如果 当然佛是最多的 然后乞丐啊 蚂蚁啊 不一样 就是这样 那么你造业史的心 你造业史的心也很重要 就是你的自成心 有没有自成心 那你造业的对象 还有你造业当时 那的一种情况 比如说你布施的话 你布施一块 跟布施一万块 它不一样 那你供养佛 供养佛 在佛要成道的时候供养 跟佛已经成道之后供养 那可能也不一样 他还没成佛之前 他是王子的时候供养他 跟他要成佛之前供养他 跟成佛之后供养他 可能也不一样 那供养什么又不一样 那么所以 那么就是你造业史 造业史的方便 那如果用布施来讲 如果用布施来讲就是 你所施的人 那么你当时不施的心 有没有亲近 所施的人是不是福田 所不施的人 那么这个是不施的心 不施当时的心 这个是所施的东西 所施的物 但如果你造业 就是你用什么方便来造这种业 一样是杀人 你把他凌迟致死 还是一刀砍死 那又不一样 如果从布施来讲 可能就比较好讲 就是这种 那么决定你造业史的轻重 好 那这个四体环音 如果他自心归一的话 他的力量会比较大 他的力量会比较大 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个天人 有没有可能一个天人 他要死之前 只要他三归一 他就可以回来做天人 基本上没那么容易 因为他福报想见了 他一个三归一不太可能 就让他 就让他 那么马上又巨足 一千公斤的福报 除非他那个心是非常非常谦健 那么又结合他 就好像说 他假设 我们刚才讲那个叶 叶 那么这个天人 他有一百公斤的参业 这个天地寺有一百公斤的参业 他有八十公斤畜生到的叶 二叶 要做畜生到 那么 这个天地寺 他不是只有一百公斤的参业 假设他前生 假设一百公斤可以让他升天 做天地寺 而且做天王 天地寺 做天王 那么他做了一百八十公斤的叶 或是他做了两百公斤的参业 他做应该是说 他做一百七十公斤 一百七十公斤的参业 升到道立天 但是一百公斤就可以做天王 但是他做了一百七十公斤的参业 那么他寿命静 他一千年里面 他会消掉一百公斤的参业 所以他做一百七十公斤 所以他只剩下七十公斤 七十公斤不足以在升天 寿命静了 寿命静了不能在升天 他要多到二道去 因为他的寿命就是这样 你生到天上 你就是享受这样的寿命 但是他还有余福 所以有些大多数的天人 不会说当好一百公斤 他比较一百二十公斤 一百三十公斤 所以你从天上下来 还有剩多少福报 你从天上下来 还剩多少福报 每个天人是不一样的 看你过去一生所造的善业 所以有些天人下来 天人下来投胎的 他福报还很大 有些天人下来投胎的 福报就没那么大 就取决于他升天之前 他一样受那个天的福报 但是他升天之前 有时候的善业还是不一样 但一样都升天 所以假设这个 就是说我们说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呢 还是有可能 就是说他做了一百七十公斤的善业 那么因为他到天上 不会再做二业的嘛 所以二业也不会加 也不会减 也不会减 他就是保值这八十公斤在这里 但是一百七十公斤 让他做天网 那么他升天的时候 会消化掉一百公斤的善业 就好像你除全粮食一样 但是死了之后 他还有七十公斤嘛 要死之前 要死之前他归一三宝 归一三宝增加了十一公斤 假设啦 他没有办法一次增加那么多 但是可以增加一点点 刚好超过 比如说他 我们可以再写多一点 他就是一百七十五公斤 那么他 他有八十公斤的恶业 会多大样 哪一个先成熟 或哪一个比较重 就先瘦哪一个 那么他天寿命禁的时候 他这个寿命是决定的 天人不太可能在严寿 寿命禁 因为他寿命禁 他就是要受爆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已经消化掉一百公斤 只剩下七十五公斤 我们写多一点 比较好算 还剩下七十五公斤 那么这个时候他要死了 他在死之前 他在死之前 那么就加了 比如说加了二十五公斤 因为他还要 如果要做天网要一百公斤 如果再做天网要一百公斤 那我们再写多一点 不然这样 这样人家会比较不好 就是觉得那么多 就剩一百九十五 那么 所以他在临命中之前 他的心非常的虔诚 这个心是自成心 自成心一心专注 他归一三宝 归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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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可以增加五公斤的善业 那么这五公斤 刚好让他又一百公斤 那一百公斤 如果他不到一百公斤 他也不可能再生天网 他可能下来 如果是九十公斤 或是八十公斤 或是八十二公斤 他可能做人 他也不会多出生到 那因为他善业比较重啊 好 那刚好又 刚好这个时候 给他增加五公斤 就变成一百公斤 他又可以怎么样 他又可以上去 又做天网 有没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但这种激励不大就是了 那辟易经当然就是 讲辟易用故事 那这些故事有时候 你不要太认真哦 他的故事有时候 只是在告诉你道理而已 他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是真的 那么有时候他会夸张一点点 我们后面一会看就会知道 就好像拍成电影 他会夸张一点点 特效嘛 要做效果啊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探讨说 如果在夜报理论上 夜报理论上他有没有可能这样 还是有可能的哦 还是有可能 就是说从重者先牵 守者先受 牵一般 重者先牵是这个牵 我刚才写错 重者先牵 牵是这个牵 就是先带走 我刚才写成这个牵 就是重者先牵 守者先受 从这个理论来想 那么你不能说三宝最伟大 那只要归一三宝 都可以不剁三二道 没有还是要造业 一业来讲 你就是佛的儿子 佛的爸爸佛的妈妈 你造了二业 造了三二道的二业 一样要剁三二道 你不能免得 不能说我是佛 可以开通一面 往开一面没办法 业力这样就是这样 即使佛自己造的业 佛都要受 佛自己都要受 有九罪报 金昌马脉之报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 一切众生都是一业而受报 一业而轮回 那我们现在就是努力 照做善业 不照做恶业 其实是这样的 只是从这个角度看 有没有可能这个天地是 四体王阴 只是因为归一三宝 那么他就可以再回来做天王 基本上从这个角度看 还是可以 但机会不大就是了 就这种机率不大 那我们说这个是 毕竟是讲四体王阴 如果是天子 那么功德没那么大 那就机率就大一点点 所以正义阿含经 同样讲这个故事 同样讲这个故事 但是不是说道立天主 因为道立天主的功德要更大 要更大 那天子的话就可以不用那么大 就这样的情形就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比较机率更大一点 所以正义阿含经里面 也讲到这样的故事 但是他指的不是四体王阴 不是天王 而是天子 那就更有可能 好 所以 他说 其神即还路不深中 就是他的神士 那么就回到元来 因为他拜下去 那其实他已经死了 但是天天不知道 那再起来的时候 其实他又一生了 又回到元来 元来的这个 就是又回来 回魂了 我们说意思又回来了 武德还辈 又具足武德 那你要知道 他要修这个 如果要这种情况 一定要他之前修很大 就修很大的善业 所以又成为天地事 佛三昧觉 就从三昧起来 就从定中起 那么赞探说 善哉天地 这个就是善哉善哉 就非常好非常好 这个天地事 那么能够在要死之前 那么归命三尊 三尊就是三宝 那以前没有翻三宝 翻作三尊 就三种可尊可贵 那么罪对以弊 罪对其实就是罪报 那有时候会翻作罪对 那对是仇对的意思 一般就是罪报 因为罪业会仇报 仇报就是说 你杀生你就短命多病 你拖到 你就贫穷卑贱 你邪淫 你就是眷属堕乱 他就会有这种仇对 如响应声 就是你讲话 后来有那个响 三鼓又响 马上应你 那么应打仇对 所以叫做罪对罪对 罪报就是如响应声 就像如应打仇对一样 你讲话我马上回你 或是类似像这样 那么所以有时候叫罪对 罪对其实就是罪报 那么他这个乙壁 其实就是他的福报又增加了 其实他要受处生到的业 也还没消失 如果照这个理论来讲 他并没有办法 升天他过去所造的二业就消失了 就好像我们现在做人 对不对 我们来做人 并不代表我们过去 三二道的业就没有了 不是哦 三二道业还在 三二道业还在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有可能堕三二道 叫做轮回 那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我们才决定不堕三二道呢 得无身法忍 菩萨是得无身法忍的时候 那么 生文是正出国的时候 那么 再往前就是正见正上 你只要正见正上 你就可以不堕三二道 为什么 当你具足正见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你很清楚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怎样的善 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叫做善业 怎么样的恶 会有怎么样的恶业 你绝对不会去造这些恶业 因为你绝对不造 所以你的恶业就算有 三二道的恶业就算有 也不会成熟 所以阿韩军才会讲啊 假使有世间正见正上者 终不多恶道 正见正上还没正果 那正果了 正果的人绝对不会去造三二道的业 你看那个极乐事件 我的国土没有三二道 从我的国土离开不会剁三二道 为什么 因为那里没有造三二道的环境 他在那里如果不走 他如果不走 他一定会证无声乏人 那么他如果要走 那一定是证了无声乏人之后才走 所以从极乐世界离开 不会剁三二道 到了极乐世界没有三二道 为什么 三二道的业不会成熟 如此而已 那你如果在娑婆世界 你建立正见 你绝对不造三二道的业 你知道哪一些业势 会剁三二道的你不造 那么你也不会剁三二道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很重要的一件事 一定要让我们拒足正见 所以佛陀跟弟子讲 在家出家都一样 先拒足正见 正见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先正见这个 但是很多人有时候没有正见 造恶以为在造善 修外道法 以为在修佛法 那你就麻烦了 那么斜见跟恶业 都会让你剁三二道 斜见跟恶业 都会让你剁三二道 你虽然行三 但是你斜见 一样会剁三二道 特别是畜生道 畜生道就是鱼吃重 鱼吃重 斜见重 斜见重容易剁畜生道 所以佛陀子应该要 就是先要具足正见 什么是正见 那么要先了解佛法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上哉天地 能于允命之际 归命三尊 罪对以弊 不更勤苦 就不会再受苦了 不会去受这个 三二道的苦了 这个时候 世尊就以济诵约 那法句经 这个是法句批语经 重点其实是这个济诵 那么为了要解释这个济诵 或者说这个济诵 佛为什么会说这个济诵 佛为什么要说这个济诵 所以要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可能是原本的故事 原来的故事 也有可能是原本的故事 再增加 再增加 说一点的 这就是在扩大说的 或者是不知道是什么故事 就用一个故事来说明 这样的道理 其实这样 好 那因为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这个记 就下一次再说 他这个记重点在讲五场 重点在讲五场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大家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佛道 皆供成佛道 大家向佛山问训 我离佛山拜 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 608 012 001 202 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诗实要供焉供 4月2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 三十系列超度纪蒙山诗实 恭请会供法师主法 法务指导法师领众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 2323 07221 2323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志愿 东山吉祥书方 举办2023儿童节 同趣小画家 提倡孩子善良与慈悲的教育为初衷 由郝老师带领孩子们创意发想 轻松自在的才华班体验课 同趣小画家 邀请大人小孩 同来度过彩色的午后时光 备有蔬食下午茶点 倡导善良蔬食的分享 课程与茶点免费供应 12人满班 日期4月4日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 地点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二段478号 报名电话03-9580-286 书方位于省道台九县边 复设停车场 公车路线从罗东转运站发车的红二号线 9月1日 4月2日 1月1日 5月1日 3月2日 一日 6月1日 6月1日 7月5日 3月1日 在山谷遗亚大战死亡的 crus亡 川普遗亚大战ロ,山谷遗亚大战 蘇荫,洪湾将会 燃煮载菲傘战亚大战 並以此為對落對 很平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用再過조恨的說明 所以我們現在在拼待 如果我們心想一無論 我心想一想 想要這麼說 我們海馬的水 海馬的水 海馬的水 我心想一口 〔 race〕 撕不出所〕 〔鑽�〔〔 上〕 〔 〔 Sī〕 〔 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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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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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又继续了 有种草会的 把草会儿把它们儿吓完了 也知道 刚才是溢出草口 都说是不会出草属的 我都成为了 我都能买到中国飃 而且说投资 就是带到中国飃 我在中国飃 our 那些人在居然而不去想起, 但村子在居然有炸自已不能期待, 但昨天他们在公寓中心中有一些人 在居然而在居然运。 如果终于如上 为什么这样 我只是在那裡 在那裡 你們不在那裡 那裡的天啊 天啊 天啊 在那裡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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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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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時候,我現在不是說過這個政策, 在說區綜藝術上是兩個人, 還不是說那些政策會是一場, 我沒有講過這個政策。 在他們說這些政策會里面是歐洲我們的政策。 在我們說這些政策會有多遠情的那個政策是倫敦將去的國家。 在家有的人关于誰去认识 他在习清除了 他在习清除了 最后是:「自动人要习起来的 所以说这种人就跟你适合 人们在习清除了 就是阻读体验的 有 maxim的 不需要的 我发现的 有这样子的 有所发生的 属于阻读体验 一開始就知道了, 把這個地方出現一開始。 那些地方也不可能會在這裏面上 要出現一開始的 的地方是 我們是 的地方是 的地方是 那些地方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